原本位在台湾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今天上午八点正式增强为 今年第八号台风发威 未来将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 中央气象局也在上午十点半 发布了台风海上警报 在基隆北海岸地区和东半部的沿海地区 也会出现长浪 所以今天甚至到明天 如果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气象局预估 八威台风强度持续增强 今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八威台风持续往北移动 远离台湾后 外围环流仍然会影响台湾 因此明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 各地还是要注意雨势跟长浪发生 原始新闻喜故 迪不乱台北市采访报导 五单向百度干岀 七叶 一千万一 五单向远离台湾